县政府到底有没有真正替大家解决我们塞车的问题呢 不然为什么下午四点半还不是下班的尖峰时间 我们现在就要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的行动办公室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是要告诉所有的民众 新竹县政府现在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 现在新竹县政府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大家的问题 我们这是向大家公开我们的行动办公室的计划 那我们发现在新竹县石山乡镇 有非常非常多长年以来累积下来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 解决问题的方式 周江节要展现行动力 展现我们的机动性 让所有遇到问题的地方 民众都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未来的先政府 或者是先政府相关的局处 能够有一个互动的空间 未来12月25号我上任新竹县县长之后 我会要求所有各个局处的办公室 都能够直接下乡来协助民众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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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